这里是台湾新北市乌莱区泰雅族部落 也是全球南岛民族居住地理位置最北端的聚落 台湾原住民族都属于南岛民族 南岛民族是翻译英文叫做Oxonition 全是在各种民族当中分布最广 你看这些南岛民族全部都是在靠海的地方 占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南岛民族 南岛民族分布最北到台湾南至纽西兰 东扩展到南美洲的复活岛 西边最远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 遍布整个太平洋及印度洋中的岛屿 这么大的版图起源地众说纷纭 从语言学来看国际已经一致公认 台湾就是南岛民族的原乡 现在国际上南岛原学者全部都一致地认为 台湾是南岛民族的起源地 理由是台湾南岛民族的语言最分歧 那语言学界有一个理论 同一个民族如果语言在哪个区域是最分歧的 最有可能它是起源地从那里 然后再扩散出去 南岛民族的祖先大概距今五六千年前 从台湾出发 远渡重洋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岛屿中开枝散一叶 不止语言学 这棵台湾很常见的构树 是制作南岛文化中的树皮布的重要取材 也成为台湾是南岛民族原乡的有力证据 南岛宇族他们是在迁徙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出去 他们其实是把有点像是整个农业或整个村庄 从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不断地扩散出去 那我们有构树研究发现了 构树这个树是南岛宇族他们更早的祖先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们可能带了一部分的构树 那他们从台湾离开的时候 又把台湾独特的遗传多样性带到太平洋去 所以这是第一个用一个生物的例子 提供台湾是南岛宇族原乡的一个非常直接证据的研究 台湾是南岛民族原乡越来越确定 这也证明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 台湾位居重要关键地位